Hello,大家好,我是黄豆,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录剪辑教程的视频已经有算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 在这期间不断有观众给我评论或者私信 甚至email问我一些关于剪辑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不定期的录一些这种关于剪辑上的Q&A 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可能你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希望我的视频就可以帮你解答 实际上我基本上每天都能收到 有观众会问我一些关于剪辑的问题 有一些我认为还挺有意义的 或者是我能够在评论里就比较能够说清楚的 我就会找时间给大家回复 有些问题是我认为比较基础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效果在哪找 怎么见序列等等 这个的话我认为大家可以利用premiere的搜索功能 或者百度google一下就可以隐忍而解了 就希望大家利用好手头的一些搜索资源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刚接触premiere这个软件 看我后期的一些视频可能会有些不太懂的地方 我推荐大家都可以先去看一下我的第一支剪辑教程视频 就是一支premiere的基础教程 虽然录的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我觉得整体的操作步骤啊 工具的使用和现在都是一样的 看完那个视频以后呢 实际上你就可以对这个软件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然后大家就可以再往深入的学习 这期的视频呢我搜集了大概五个问题吧 有一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常问的 还有一些呢是我认为比较相似的问题 我就把它综合成一个问题来给大家解答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回答问题的环节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有一些朋友会问到的 就是我做一些视频效果的前后对比 会有一个杆子这样滑来滑去 显示制作前后的效果 这个效果是怎么制作的 实际上像这种前后对比的效果呢 我让大家看一下时间轴 大家基本上也就知道怎么制作了 我先把上面两层都关闭 第一层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视频 第二层呢就是一个蒙版 第三层的这个图形呢就是建立的一个细长条的矩形 让大家明白这个前后对比效果的一个辅助工具 这个清除物体的前后实际上对比是比较容易的 可以看到在这一针的时候是可以看出破绽的 头一针是我们清除了物体之后的效果 后一针是我们原始的效果 但是当我们播放起来以后呢 实际上是看不出这一针的变化的 上面的这个矩形呢实际上制作也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矩形的形状 然后我们对它的位置打一个关键针 从这一针开始然后它向右移动到这里 我们在这相应的它出现的位置呢 让这个物体显露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的这段段呢 我加了一个它又回来的效果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这里只是单纯的建了一个嵌套序列 就是我们选中这三个段素材 然后在这里点击嵌套 然后添加个序列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打开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素材 这里呢我用到了一个道房 就点击右键 这里有一个速度和持续时间 然后这里选择倒方速度 然后就是用一模一样的速度 它进行一个倒方 它就倒回来了 下面一个例子呢 道理依然是一样的 我们单纯看下面这个素材 就是一段没有做过任何修改的 第二段轨道呢 也就是我们经过修改的地方 这是我当时带大家做过的 两个让它背景虚化的蒙版 然后它在第二层 第三个依然就是我们的这个 竖条移动的画面 这个跟刚才的做法不太一样呢 就是我们需要让修改过的画面移动 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修改过的 隔并为一个轨道 我们在效果所在的这个轨道呢 在它的不透明度下面添加一个蒙版 这个蒙版呢 基本上是和我们的画面 大小是一样的 也就是一个矩形的蒙版 其实我把这个画面缩小 大家应该就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蒙版随着我们的这个矩形 一同的覆盖到原始的素材上 现在我在利用这段素材呢 手把手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效果 我就单纯的做一个调色前后的对比图吧 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把它拖拽到原始素材上 到lumetric color里面为它稍微调个色 我为了方便就在这里 直接为它添加一个滤镜 这是之前的样子 之后的样子 然后再利用这个矩形工具 制作一个这个白色的竖条 好 现在呢 我们的三个图层就已经建立好了 我们现在只需要对它打一个关键针 进行一个移动 再去走方向空间的运动栏里呢 让它刚开始起始的位置是刚好在这个画面外的 然后我们点击打一个关键针 到这段素材大概中间的位置吧 我们让它 这个竖条跑到最右边 大家想要效果对比更明显的话呢 可以让前面就是原始素材的出现的时间稍微加长 我们就把这个关键针呢复制一个 Cmd C Cmd V 然后复制一个到前方 前面这几针呢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出制作前的效果 然后再让它滤过来这样 如果觉得速度有点快呢 可以把后面的这个关键针向后拖拽一点 然后它速度稍微放慢一点 好 现在我们做完了上面这个效果呢 就来调整下面的这个调整图层 它是不存在图像的 我们就可以对它的整个图层位置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依然是找到最开始的一针 然后我们把位置向左移动 我们把它拖拽到刚刚好出画面的这一步 打一个位置上的关键针 接着我们找到这个 滚滚即将出来的这一针 然后再打一个关键针 滚滚出去的这一刻 让它布满我们整个画面 就是一个调色前和调色后的对比效果就制作好了 虽然我们需要制作前后对比的情况有时不太一样 但是只要懂了这个原理 都可以制作出来这个效果 甚至你可以不用这个轨道 让它来有一个这个效果 也是完全可以的 下面一个问题呢 是我把一些相似的情况总结成了一个问题 想要移动字体位置 应该是直接在运动栏里移动呢 还是在变换效果里进行移动 请问为什么我画完背色曲线之后 不能拖动选中的画面到指定区域 只有整个画框可以移动呢 我依然用这段素材给大家解释 首先呢我们想要移动字体的位置呢 它有很多种方式 我在最上方的就这个矩形的工具里呢 也打一个字体上来 然后把它放大为了看得更轻 我们选中字体的这一层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最左边的这个效果空间里 它一共有几个可以移动位置的方式 首先在最上方运动这一栏呢 我们可以看到位置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移动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文字的轨道上 实际上是可以添加非常多层的字幕的 首先第一层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形状这一栏 然后再往下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本这一栏 我们在形状下方呢 来调整位置 它就只控制我们这个形状的位置 然后字体下方的位置变化呢 来调整它就只控制我们字体的位置 或者是我们选中你要调整 比如说这个形状我们鼠标点击它 然后用鼠标拖拽的方式 也可以对位置进行调整 像这个的话我们选中文本 我们直接用鼠标拖拽 可以单独的对它进行调整 在我们视频下 我最上方的运动这一栏调整呢 它是调整了我们整个轨道 就是这一整个涂层的位置 所以这里的位置变换呢 就看你需要对哪一层进行调整 下面呢就是关于这个蒙板的位置 像这里的话就是这个遮挡物呢 我添加了一个蒙板在这儿 其实蒙板的运动呢 依然是一个道理 当你选中上方的这个整个轨道运动的 这个选项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移动起来是 整个画面都在移动的 然后当你选中下方的这个蒙板来移动呢 就是只移动这个蒙板 因为我明白有的朋友在制作的过程中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左边是选中哪一项 然后他就会觉得 我制作的时候移动的只是蒙板的位置 但是他做起来就移动了这整个画面 实际上就是没有选对正确的位置 还有一点我之前在视频里也提到的就是 有的时候呢最上面的这个 我们是要在节目这一栏里 对字体啊或者对画面进行制作和移动 但有的时候他会帮我们跳到参考这一栏 没办法进行修改了 我们也选中不了东西 所以呢我们要确保 我们是在节目这一栏 然后对画面进行一个调整 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跟视频的画幅 还有就是横屏竖屏有关的 我想要竖屏效果用旋转-90度后视频上传到手机视频 会变得特别小 怎样剪辑和导出竖屏的视频呢 怎样批量把它们变成竖屏且不掉清晰度啊 在Premiere多机位剪辑时怎么调整画面的大小 不同机器拍摄导入到Premiere上时画面会不会放大了 请问我怎样缩小画面呢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会用电脑软件剪辑一些视频 上传到手机上想要竖屏的效果 还有就是可能你是用不同的机器拍的 分辨率不太一样 导入到电脑里呢可能就会有的画幅大 有的画幅小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对于竖屏视频来说呢 我们通常可能会拍摄出两种画面 一种是我们用手机直接拍摄 它原本就是一个竖屏的画面 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用相机拍出来的 导入到电脑里实际上它还是一个横着的画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当你单独把素材导入到Premiere呢 实际上它是没有时间轴的 但是呢它可以自动我们生成一个时间轴 也就是我们单纯的把这个素材拖拽到时间轴上 它会根据你第一段导入素材的分辨率和尺寸 如果你所有视频呢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拍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默认的序列设置里 对它进行剪辑就可以了 当你导出了以后呢 它实际上也是这个默认的分辨率 我们不需要对它进行任何剪裁或者旋转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依然可以把刚才的第二段用相机拍的素材导入进来 我们就只需要对我们相机拍摄的画面旋转这个-90度 然后再把它放大就可以了 现在呢就统一成了一个竖屏的画面 这实际上也同时解答了 在你利用多机位拍摄的时候呢 它可能每个机位的分辨率不一样 怎样让它们统一 但事实上呢 将这种分辨率较小的拉大呢 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画质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看你想要追求那种画质吧 如果你大部分都是用相机拍的画面呢 我就建议干脆把手机的画面来缩小 这里我就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你每个素材的分辨率不相同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自己先建立一个序列 我们在新建项里新建一个序列 我们可以手动设置 我们在最上方的这个帧大小呢 现在是1920x1080 它是一个横平的16比9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1080x1920 这样的话它就成了9比16 也就是一个竖屏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同时拖拽刚才的这两段素材到序列里面 我们可以保持现有设置 在这两段素材依然是以竖屏的形式导入进来了 但是分辨率和刚才是不一样的 我们手机拍摄的分辨率因为比较大 所以画面整个被扩大了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 缩成一半的大小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匹配我们相机拍的这段视频了 我们把相机的这段呢 依然是旋转-90度 可以看到我们的序列呢 是由我们相机拍摄的这个相匹配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损失你相机拍摄的分辨率了 我们用横平拍摄呢 为了统一这个画面的大小 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一点呢 就是怎样批量的修改这个视频的画面呢 现在呢 我分别导入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素材 一个是1920x1080的 然后中间的这一段呢 是横拍的 可以看到它的图像大小是3840x2160的 就会更大一些 然后后面的一段还有 就是我们刚才用手机拍的 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竖品的画面 我们现在呢 就是想让后面这两段的素材和第一段相统一 但如果我们后面有很多段这样的素材 都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缩放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做呢 就会太麻烦了 这里我就多复制了几条 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画面的缩放效果 首先呢 我们先对第一条进行一个缩放 缩放到你合适的大小 像这一块基本上就是50 就刚好布满整个画面了 后面的这几段呢 我们都还没有对它进行一个缩放 我们就需要把这一段的效果呢 复制到后面的四段上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复制粘贴的效果 很简单 我们点击运动这一栏 我们单独对这个运动进行一个复制 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右键复制 也可以直接用comand加C 接下来呢 我们选中后面的这四段 然后comand加V 可以看到后面的这几段素材呢 它对我们大小都进行了一个调整 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我们直接点击 我们已经对它进行缩放过的 这段素材右键 上面有一个复制 我们点击复制 然后选中后面这几段 都需要对它进行缩放效果的这段素材 再点击右键 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粘贴属性 我们点击占星属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把我们这段素材的所有缩放呢 都设置到了50 就集体地改变了画面的大小 像这段手机素材依然是一样的 我们可能想让这段素材 以竖屏的形式来展现到画面当中 我们依然是点击运动这一栏 然后点击comand加C 然后comand加V 可以看到两段素材的同时 都为我们进行了一个缩放 接下来一个问题呢 可能是很多人可以遇到的 但是是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小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两段素材中间 添加过渡效果或者转场的时候 会出现媒体不足 此过渡有重复的针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好 现在是两段素材 我们需要在它们两个中间的 添加一个转场 第一段素材呢 这就已经是素材的结尾出了 第二段素材的开始呢 也是我们的画面最开始 将这两段素材拼接在一起 然后我们直接在右边 添加一个效果上来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黑场过渡 我们拖拽上来 好 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媒体不足 此过渡将包含重复的针的这个画面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依然是可以添加这个转场的 但是呢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提示 当我们添加一个转场的时候呢 就要用到第一段素材的后面几针的画面 和第二段素材的前面的几针画面呢 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一段素材的最结尾 和第二段素材最开头 前面是没有画面可以使用的 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 原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媒体了 假如说我们把头一段素材的后面 剪掉几秒 第二段素材的开头剪掉几秒 我们再来添加这个转场 可以看到它就不会有这个提示 现在我来添加另外一个转场 比如说我用这个推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依然是有这个提示 我们来一针一针来看看 它是怎么做到呢 可以看出来前几秒 它是在运动的 可是进入到下一个画面里呢 实际上它应该是系统 自动为我们生成了一个定格画面 来满足这个转场的需要 最后一个想跟大家解答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Adobe这几个软件的 运用的问题 在B站上的一个视频 应该也是我播放量比较多的一个视频 就是分享怎样制作手写字幕效果 还有涂鸦效果的那个视频里 用到了iPad还有Apple Pencil 来做这个涂鸦的效果 包括其他有一些视频 可能关于字幕的 下面就会有人说 为什么不用AE来制作呢 为什么要用Premiere做这AE的事情呢 还有有一些人说 这个好像是PS也能制作 首先在那个涂鸦效果的视频里呢 因为涉及到一个手写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手写板 能连到电脑上 但是基本上每个人手边 都会有iPad或者是手机 我觉得在这两个设备上呢 比较容易实现用手写出 比较好看的效果 因为你在电脑上用鼠标来写字 很难写的很好看 所以在这里我使用了iPad 而且我觉得iPad在Premiere里 这样导入也不是很麻烦 实际上Adobe的每个软件 肯定都有它自己的侧重点 像Premiere呢 可能就更适合做剪辑 After Effects就更适合做一些字幕呀 还有特效 PS呢就更适合做图片和文字 在我的视频里呢 可能大多数 不管是效果还是字幕呀 我都用了Premiere来制作 因为无论你是专业的剪辑 还是新手来讲 Premiere都是一个剪辑必备的软件 而且我的视频呢 基本上一系列呢 都是跟Premiere有关 如果我用其他的软件来制作呢 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 不是很熟悉 他可能还要从头再去熟悉 另外一个软件 因为毕竟我的视频 不是给专业的人来看的 专业的人也不需要看 我的视频来学习 我就是想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为大家提供一些剪辑的思路 所以呢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适应 几个软件互相转来转去 既然能用Premiere做到这个效果呢 我相信这个软件也是可以胜任的 当然我之后呢 肯定也会发一些 关于After Effects 或者达芬奇的视频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希望我的解答呢 也能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们有一些新的问题呢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我 等我积累了一些问题呢 我就会录一个这样的Q&A的视频 来跟大家解答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真的赶紧啦 下次您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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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